哈喽,欢迎回到白小君的频道 这是我们Shopify零基础见证的第14件 上个视频我们讲了如何隐藏独立战产品业的价格 今天这期视频讲一下如何把这里的 Add to Card或者Buy it now按钮换成引流按钮 比如order on Amazon或者Buy on eBay 又或者把它改成contact us或者ask for price这样的 询单或者B2B网站 今天的内容也特别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借助一个插件就可以实现 那废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吧 首先来到Shopify App Store 然后在搜索框中去搜索Link Button 下面就会展示一些添加外部链接的插件 这类插件的话不是特别的多 而且基本上都是收费的 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介绍 还有就是它下面的套餐情况 以及评价 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后我这里随便选一款作为演示 我们把这个插件安装到Shopify 这是一款付费的插件 然后每个月是5.99美元 有三天的试用期 也就是说在试用期之前 关掉这个软件的话是不收取费用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先试用一下它的效果 首先添加一个付款方式 你可以通过PayPal或者外币信用卡都是可以的 我们接着下一步 我们点击这个插件的面板 然后它这里会出现这个插件的一些介绍 还有就是它的使用说明 或者你可以直接点击下面这里观看它视频的一个介绍 我就直接带大家演示一下它的操作和使用方法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为不同的产品去设置链接 点击上面这个 这里会列出我们所有店铺的产品 然后针对不同的产品 你可以为它设置不同的链接跳转按钮 这里的Button 1也就是第一个按钮 你上面文字需要写什么 后面对应的就是这个按钮 你点击之后它会跳转到哪个网址 同样的后面你还可以为它添加第二个按钮 第三个按钮 这里的话它提供了五个按钮 基本上已经够我们使用了 我提前为其中一款产品添加了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的话就是Buy on Amazon 也就是我希望到独立站的买家 能够跳转到我的亚马逊网址上去购买 链接部分的话 我就直接填写了亚马逊的首页 你在填写的时候 可以链接到你亚马逊对应产品的网址 或者可以申请亚马逊的免佣金链接 因为亚马逊对于从外部引蓝的流量产生的订单 它是不收取佣金的 如果你还有其他店铺 比如说ATSE店铺或者说Ebay的店铺 你后面可以继续填押这样的标签 然后这里的第二个按钮的话 我写的是contact us 主要是对于那些想把独立站 作为寻单网站的人来说 这一部分非常有用 或者你可以直接把这里的文字改成ask for price 然后你后面可以单独为它去创建一个寻价子页面 通过那种form的形式 买家需要在上面去填写 他想要咨询产品的链接 然后他的邮件 他想要购买的数量等等这些 这样的页面做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 等这些标签修改完成之后 需要点击保存 然后我们回到前台刷新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没有任何的变化 因为我们还需要接着设置下面两部分 它下面还有两个设置 第一个属于动态按钮 第二个属于静态按钮 什么意思呢 动态的按钮就是说 买家到不同的产品页 那么这些按钮跳转的链接是不一样的 静态按钮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管到哪个产品页 他这个标签是固定的 当买家点进去之后 他跳转的也只是同样一个链接地址 这么说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然后我接着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操作这个动态按钮 点击进入 可以看到他这里默认给我们添加了一个工具插件 对应到网页上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拖到原有的那个add to card 这个按钮的下面 他就已经到这个位置 点中这个小工具 在右边就可以对他的内容去进行一些修改 如果你不想要上面 他原来自带的add to card和buy it now的按钮 你就直接滑到最下面 在这里面有两个隐藏 我们把它点上就可以了 那么刚才按钮就已经没有了 我们再回到前台刷新看一下 这里产生了两个变化 第一个就是他原先的add to card和那个buy it now 这两个按钮消失了 第二个就是他下面添加了一个buy on amazon的按钮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他就跳转到了亚马逊的网址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明明给他添加了两个按钮 但是只显示了一个 这就需要我们接着去修改 还是回到刚才的模板页面 可以看一下他修改内容部分 首先他这里面有一个按钮的id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们在添加标签的时候 他上面不是有button1 button2这些吗 也就是这里的id对应的是这里的部分 如果我把它改成2的话 我们同样到前台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的标签就已经变成了ask for price 然后我们点击进来看一下 他就跳转到了contact us的页面 那如果你两个按钮都想要呢 那就需要在他下面继续添加快 然后选择应用部分 选择第一个动态按钮 然后把他们的id分别改成1和2 也就是说你在这里设置了几个按钮 那么你这里对应部分就要给他添加几个这样的快 回到前台我们再刷新看一下 这样我们刚才设置的两个按钮都已经显示在这里 然后我们接着对他的颜色和外观进行一些修改 同样回到模板修改页 然后选择其中你要修改的第一部分 假设我想修改第一个按钮 那么他的id下面就是这个按钮的高度和宽度 如果说你觉得这里的按钮太长了 你就把它改短一点 比如说我改成360 那么他的长度就已经缩短了 然后下面还可以对他的对齐方式进行修改 这里默认就是居中 你也可以左对齐右对齐都可以 然后下面就是他的字体 还有他的字号大小 下面是这个按钮的背景颜色 这一部分你可以根据不同电商平台的颜色对他修改 比如说亚马逊 他可能更倾向于就是他背景是黑色 然后他文字是白色 这里的话我就可以把他的背景改成黑色 边框的颜色还有就是边框的粗细 然后你还可以在他上面去添加图片 这里的背景颜色包括logo等就需要大家自己去调整了 你可以参考这张图片 他的背景颜色还有他的logo 然后我就不再多花时间调整这一部分了 我们接着查一下看 然后这一部分的话就相当于一个覆盖图片 给大家演示一下 假如我随便选择一张图片 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式 相当于之前的按钮不见了 但是你点击这张图片 他这样会跳转到你设置的链接 下面就是对他编剧的一些调整 还有就是刚才所说的 Add to Cut和Buy Now的按钮是否隐藏 然后后面这些按钮的设置方式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第二部分动态按钮的设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部分 如何去设置外部的静态按钮 其实整个修改和测试方法都是差不多的 他也是在这里给我们添加了一个这样的快工具 然后对应到网站上 他就显示在这里 同样我们也需要把它移到上面去 这个静态按钮相对就比较固定一点 我们直接点击进入 然后去修改它 这里面也是可以修改它的高度 还有就是宽度 下面就是它文字的字体 还有它内容的渐变 包括你也可以在上面添加一个logo 这里你就可以更改按钮的文字 还有它的链接 这一部分的话你就可以添加相对比较固定的内容 假如每个产品页你都希望有一个固定的contact us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静态按钮的方式去设置contact us 假如我这里想每个到我网站的用户都可以通过这个按钮访问我的社媒平台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去添加一个链接 然后直接到我的社媒 比如说visitmyyoutube 下面就是你youtube的链接 然后它的logo图片和覆盖图片包括下面的设置都是和刚才动态是一样的 我们再把这里的颜色给它改成比如说youtube红色 我就大概取一个红继续到前台我们去刷新一下 这几个按钮这样看着比较丑还是把它优化一下 更改完成之后呢这些按钮变得稍微好一点 但是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 现在的话我们增加了一个静态按钮和两个动态按钮 我们看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换一个产品然后刷新看一下 这个产品的话它这里是没有添加其他按钮的 所以说它只显示了一个静态按钮 也就是说这个按钮它是固定的 就是所有产品也它都有 而且点击进去它都跳转到同一个链接 至于上面这两个动态按钮是我们只有在这里面设置之后 它才会出现在这里 并且它每个跳转的链接都是需要我们单独去设置的 假如我在这里也给它设置一个buyonamazon 为了区分这两个链接 我给它链接到速卖通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刷新一下 那么我们刚才设置这个按钮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 它的话就直接跳转到速卖通的链接地址 也就是我们设置的 就相当于对这两个产品来说 它动态按钮跳转的链接地址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动态按钮和静态按钮的区别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如何隐藏独立站原先自带的 Add it to Card或者说Buy is not的按钮 然后添加新的链接指向 为我们其他网站引流 或者说创建一个咨询按钮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